欢迎收看今天4月18号公示晚间新闻 包括了两岸的金融合作 定期航班共同打击犯罪 以及为司法互助这三项议题 并且会就陆资来台发表共同声明 而会不会触及ECFA议题 两位代表都很低调 他们表示还要等时机成熟 海基会副董事长高孔莲亲自迎接海协会代表 第三次江城会预备性戳上会议 在双方握手象征两岸融洽气氛中正式展开 谈判桌上由双方副会长领军 而原先传出台湾将有部会副首长上谈判桌 但因为对方只有局处长曾经 担心引来我方被矮化的疑虑 因此最后参加的我方代表仅事务性官员 虽然有这段意外插取 不过两会顺利达成共识 三次江城会会就定期航班 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 金融合作三项议题讨论 并就陆资来台发表共同声明稿 定期航班的这一部分 我们双方的共识 都是有需要来另外寻求 比较更便捷的航路 避开一些敏感的问题 除了渴望公布两岸新航路 备受瞩目的ECFA一提 海基会低调表示 这次磋商没有提及 但是海协会首度表达 ECFA是符合两岸利益的正面态度 而会中也决议 海基会董事长江炳坤将在25号率团出发 26号在中国南京正式展开第三次江城会议 并签署协议 并将在27号起三天参访扬州上海的台商企业 而在两岸两会的预备性磋商结束后 陆委会主委赖信源等相关官员 下周都将到立法院报告协商进度内容 也创下两岸两会协商以来 让国会部门参与的一项新做法 由行政院与台南与台南举办大型就业博览会 分别提供了一万五千以及八千个就业机会 马总统在桃园小巨蛋的会场就向民众信心喊话 他强调台湾的景气已经逐渐好转了 不过却遭到部分劳工团体当面抗议 他们批评政府只是在救失业数字 而不是在救劳工 由行政院举办的大型就业博览会 18号在桃园台南两个地方登场 总统马英九前往桃园这一场 马上遇到有人抗议 劳工团体认为政府的作为只是在救失业的数字 不是在救失业劳工 也邀请马英九在五一劳动节一起参加反失业大游行 我们邀请他们两位到台北的街头 听听台湾工人的声音 台湾目前失业意义如此的高涨 可是政府拿不出任何对策 遇到抗议 马总统不受影响 也强调要找工作 政府会全力帮忙 更信心喊话 台湾的经济还是很有希望 从三月份的各项指标来看 比二月份是有进步 但是还是不好 但是我们有信心 四月份应该会又比三月份要更好一点 一步一步的往前迈进 马总统也表示 行政院办的这四场就业博览会 提供六万个工作机会 是有史以来官方协助就业规模最大的一次 看到博览会现场 人潮挤得水泄不通 不管是中年失业 还是还没有毕业的大四学生 都来找工作 我找那个研发的研发主管 好找吗 还好啊 就希望先能在毕业前先找到工作 这样比较安心啊 另外在台南 民众顶着大太阳找工作 这场博览会也是南台湾近十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像这位陈先生曾经在奇美电子工作 去年十一月遭到裁员 今天不到七点就来排队 会选择科技公司就要对他有希望的安心 看到这么多人没工作 行政院长刘兆玄也说 政府会把抢救事业作为最重要的施政目标 呼吁要找工作的人千万别放弃 记者桃园台南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